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各位听友大家好 这是新的一期津津有味 在这期的津津有味节目之前 先给我们的友台打个广告 没收钱 完全是帮秒叔来做做广告 不知道咱们听友里面 有多少人听过日谈公园秒叔的节目 谁听过来举手举手 举手听不见 对 都听过 秒叔的有一期比较牛逼的节目 就是聊奇案的 叫李淼谈奇案 大家纷纷觉得牛逼 讲的确实不错 尤其莉莉昨儿还跟我说了 说特别爱听 她原来是在日谈物语里更新 对 然后她现在在蜻蜓单独又做了一个付费节目 就叫李淼谈奇案 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谈奇案 对吧 秒叔又开了一档新节目 叫李淼谈怪谈 之前那个是聊这个罪案的是吧 但是这一期给大家讲讲比较神秘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北京330路公交车怎么消失的 这事困扰了我很多年 可以听了 然后还有什么推背图 推背图这也挺神的 你们谁听说过 我买过这本书 对 它是个预 说是一个预言书 对 就是能预言很多未来的事情 对对对 那这流行那个世界末日那些 对对对 这个阴谋论是吧 对对对 所以可以让她给大家聊聊这些东西 所以还有好多 比如说她还聊了什么 多拉A梦的真实结局是什么 你们谁知道 不知道 好像是个比较伤感的故事 我记得是一个比较伤感的故事 好像是多拉A梦回去了 然后又回来了 具体怎么回事 还挺烦的 我记得看我一文章讲 那个没心情看 太难过了是吗 我觉得没有结局是最好的结局 同意 所以反正这个秒数又出新节目了吧 这个帮秒数打的广告 然后如果你想听 就可以在日谈公园的微信公众号 日谈公园 大家知道的 可能知道不知道的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谈是那个谈话的谈 不是那个日谈公 就是北京的日谈公园 那个日谈 日是那个日 然后谈是谈话的谈 然后公园 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 回复怪谈两个字 然后就可以获得 它是付费节目 就可以获得购买收听方式了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觉得 我这么敢讲 没太大意思 是吧 可以给大家放一个 秒数的一分钟的 关于这个节目的宣传片 大家可以听一下 然后听完之后 大家可以选择来订阅 反正我肯定会去订 我觉得 我也会 这个怪谈类节目 我还是 对 我还是蛮喜欢睡前听一听的 对吧 比较催眠 我的睡前 就是两个角色 一个是郭老师 一个是这个怪谈类的 郭老师断更之后 就没有这样选择了 对 郭老师断更了 这个 对 这个什么吧 这个大家可以订阅一下 先听一下宣传片 今儿咱们聊一个 跟下来学会一点的 名字叫做幽灵可击 陈的戴亚尼克号 不是戴亚尼克号 而是那艘已经出过事故 受过伤了的奥林匹克号 那一天使出的最后一辆 330这辆公交车 并没有开到香山去 而是直接就消失不见了 咱们走这条道上 其实到处都是这种 夜分 不太干净 有时候就可能会有这种 孤芬野鬼来搭车 在新浪微博 观众我的人里面 至少五百多人 其实就是全是穿越者 知道吧 平时不说 跟这个丁卿像 有非常相似的东西 它叫什么 叫吉卜力的诅咒 后来我那天到什么程度 拒绝吃早饭 拒绝吃午饭 整个上午就在 被窝里继续猫着 想不想回到那个梦 你这个哥聊斋 这就是被狐狸精给勾上了 对 我呀 不准备在这边常待 到了3月24号这一天的时候 我就会回到未来 等你们什么时候 到了2036年的时候 我们在2036年再见 这背后有个声音 他问你说 你要不要红走 那今天开始聊 我们节目的正题 仅仅有闻吧 先让莉莉说 今天我们聊什么吧 我喝着这口东西 然后咱们聊 什么叫这口东西 什么东西 我为了这期节目 我专门中午喝了这个 人生中第几杯 和一个巴掌数得过来 酱香型的白酒 我们今天聊聊下酒菜 下酒菜 然后顺便再聊聊下饭菜 我觉得这俩分不开 对 是吧 下酒也好 下饭也好 应该是分不开 对吧 好像不是主角 但其实活成了主角 对 来吧 莉莉 说说这个 咱先定义一下吧 这个什么叫下饭菜 下酒菜 就是下饭菜和下酒菜 就是浪费米饭和浪费酒的东西 能让你多吃两口 和多喝两口的玩意 或者就是你说 咱们要喝第一个想到的 或者说就是前面会想到的东西 就是你觉得没有它 你这口酒都不想喝了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应该是 我心里觉得应该排除酒膩子和这个 酒膩子什么都可以下 什么叫酒膩子 酒膩子就是就着根钢钉 它都能喝二两的那种 叫酒膩子 来个钉子是吧 缩了 对 还有说之前有站着 就是舔手心里面那个盐喝酒的 我听说过的是 哪一个酸梅子 还有鹿铁签子 拿舌头鹿 就是舔着 可能我点 就是舌头没事干 一打啤酒 点一根串 就是说他那个叫 就是喝酒之前 先要活动一下舌头什么 对 他这个 砸了一下 对 有点滤活的 就是不能干喝 对 这个我其实特别不能理解 为什么不能干喝 我也不能理解 因为我是可以干喝的人 对我也是可以干喝的人 是吧 舒青 你反正就是 你是就是代码喝的吧 也可以吧 然后就把库删了 我不行 我可能是 因为我可以混着喝 我可能是啤酒 是白酒 喝着你们几个全是酒鬼 今天是吧 我觉得我是肉鬼 因为我没有肉 我是不会喝酒的 所以下酒菜 所以你喝酒要就着肉 对 就菜我都不吃 我都不喝 凉菜不行 花生米不行 花生米是脂肪 就算肉吧 也可以 这归类方法挺有意思的 一定要是蛋白质和脂肪 对我来说才能下酒 你才能会更 就下酒的意思就是说 你能喝多一点 是吗 能喝下去 我能喝得愉快 就是相辅相成 它能让我继续喝这口酒 喝下一口酒 就两口酒之间 必须得吃一口 就是你一口我一口 你一口我一口 就是不能两口酒 然后就越来越带进 然后这个行为 就得到一种升华 喝酒毕竟是一种娱乐 对主要看你喝酒 是为了什么 有的人喝酒为了交仇 那可能就直接一瓶 蹲蹲蹲就可以了 对 我们今天就讲的是 那个 对 就自娱自乐的时候 对 或者是 开心一点 对 自己家喝酒 对 自己家 那你们平时在自己家喝酒吗 C哥先说 喝呀 怎么个喝法 是刚才丽丽说的 没拦住 俩字就出了 我喝 对不对 你身为一个 就是有运动这个人设的人 是这样的 在家里可以偷着喝 这个说运动了 必须得讲一下 这个喝完酒之后运动不好 但运动过程中 适当喝些酒是没问题的 运动过程中 对 就一边跑步 一边能来量 马拉松的补给站 有的是有啤酒的 对 因为 咱先说啤酒 啤酒的话 麦芽糖吸收会非常好 非常快 酒精本身是能量 然后你运动过程中 能量在消耗 这时候你摄入酒精 很快就 喝多的话 容易跑得快 不是 因为它这时候消耗得很快 我觉得是因为 更容易咽下去 就补的会更快一点 应该是 补糖 生糖快 对 生糖快 吸收也快 你别又扯到运动上 说你在家喝不喝 喝喝喝 怎么个喝法 喝什么 还是啤酒 红酒为主 白酒很少 还喝红酒 我们其实不太懂红酒 但是我觉得 就对我来说 我是喜欢喝啤酒的人 白酒吧 就是挑酒 但是呢 它是有酒 我怀疑它工业酒精 它都能喝 这个不是 我们家是75度的 疫情中间 我们存了很多 为什么 所以人家不喝白酒呢 因为那个娱乐性太差 你喝起来体感不好 对 它刺激性比较强 对 娱乐性差的意思代表 喝起来不舒服呀 一个是喝起来不舒服 再一个是喝两杯酒 就过去了 对 就是气太大了 气太大了 而且口感 你喜欢那种 就是低数 那个度数低的 然后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不停的喝的那种东西 对啊 就是说 就越喝越住性的那种感觉 当饮料住性 比如说就是比较高兴 大家这个 我们俩聊天 对吧 喝点酒 这个闲口一会儿 不能直接一杯喝懵了 对 一杯倒了就没意思了 对啊 得有点升华的玩意 主要是因为 他愿意在家喝酒 主要因为我做饭做的好吃 这又说回来了 下酒菜好 对 所以你就 你没有那种场景 就是一个人在沙发上 一边看电视 一边喝一点 顶多喝啤酒呢 别的不太可能了 那会就一点下酒菜吗 会啊 有我买的黄飞红 黄某红 又打广告 麻辣花生 对 是这么回事 那我说一下我的习惯 其实最近减肥 没有怎么喝 尽管没怎么减下来 你快拉倒了 他没有怎么喝 代表什么意思 今天一天喝一瓶 今天一天喝一杯 对 那天就没怎么喝 没怎么喝 但每天都在喝 没有一些辣下的 没怎么 那这个 感觉可以叫酒腻的 那我们碰一下吧 来咱碰一下 那我拿咖啡给你们碰一下 来喝白水的 碰出声来 我之前在家 其实更多的喝那个威士忌 会多一点 对 因为我跟C哥感觉一样 就是你喝白的吧 就是感觉你不就点饭 这个东西你怎么喝 对吧 就是菜 就是你不就点东西 碳水 你不就点东西 这个事你自己干嘴喝 这个白酒很奇怪 而且喝两杯 就晕了 因为白酒喝之前 最好是吃一点碳水 是比较好 所以吃饭 白酒闻着很香 可是入口的话 还是需要有点东西 自己就太大了 而喝啤酒 我又觉得胀度 是 对吧 喝点这个就 虽然没晕 但是你就喝不动了 光跑厕所 你说看个电视 光暂停跑厕所了 所以我上次给你带那个啤酒 你就喝得很嗨 对 那个度数 上次像白酒一样的度数 带来一个N高度数的一个啤酒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我后来我就选择喝威士忌 就好得多 我觉得在两个之间 度数也正好 然后你喝起来 干口喝问题也不大 还可以调一下 对 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味道太重 或者是 把点果汁 丢人 最多加点冰块 那是我的喝啥 人家搞这么多年 把里面的糖弄出去 你还要加果汁 这太糟的东西 像喝干红 对可乐 对 我觉得最多放点冰块 我也这么喝 因为像它那种 就是说 因为威士忌 其实它的酒精的那个度数也挺高的 不比白酒低 对 你喝那一杯 其实我觉得喝一杯白酒的差不多 就恕我直言 我不知道威士忌在喝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说 它那个口感和味道还是蛮正不错 我喝它就是为了怼饮料喝 就是喝饮料的时候 我觉得喝点酒 然后就 还能嗨一点 对 你是用酒下饮料 对 就是差不多吧 喝苏打水也可以 就是那个KTV里面喜欢什么 黑方红方 对绿茶 是威士忌 对 但是那就是胡喝了 那我就是胡喝派 其实可以对苏打水 我就是对 苏打水没有糖分 然后就因为我 也没有什么味道 对你们是可能爱喝酒 所以说没事吃饭 对 其实我是要喝那个酒的味道 你们要是对完了之后 其实它就是作为一种饮料 就喝了 对 但我觉得咱俩应该是喜欢喝甜味的 又有酒精又有甜味的东西 我之前是喝酒的 就不认识你们俩没减肥之前 我是喝酒的 我们家就是那个酒柜上一排养酒 各种各样的 什么时候喝呢 就是大家录节目的时候 在我们家喝 也是为了进入状态 对 一个就是说你喝多了以后 你话才密嘛 但是你要一喝 一喝一下午的白酒 你真是我的钱 喝一下午啤酒 然后大家可能也称的话 老去特多 对 然后那个时候 你就肯定带来人 我会备好多饮料什么的 那我就拿饮料 兑了点那些养酒 这样的话 你反正也是给大家喝水 喝饮料 然后你还要点酒 然后你还能 你不会喝多 你喝好几杯 你喝个三五杯的 你能喝多成什么样 对吧 然后我还会再搁点水果什么的 我觉得很好配那些养酒 这就是入门玩家 跟高端玩家的区 就是我觉得喝酒的用途不一样 你们可能喜欢自娱自娱 你是青铜 我们最起码是白夜 我们就是 我不录节目 我是不喝 是有目的的 对 或者出去涮胶的时候 有的时候 聊聊天什么的 会喝一杯 我现在反正涮胶不喝了 专门开车去 跟人家说 我不喝酒 因为开车来 而且我喝威士忌 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咱回到咱这个话题里来 回到威士忌和酒 单录节目去聊 找比较牛逼的人过来聊 但是我喝威士忌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不需要杀下酒菜 因为它有 可以单独喝 因为它本身 风味非常复杂 然后你直接喝它就可以了 你就不需要说 我在准备个什么红 是吧 就不需要了 我就直接喝就行 有时你看电视什么的 你坐在那 你倒一杯酒 放点冰块 你就可以把它干掉 这是我的习惯 对 跟这个可能 有意趣同工的是 张老师是不是就这样的人 他把咱们家那片威士给拿走了 对 中国可能跟这个有 就是类似的是黄酒 它的风味也非常的复杂 我不喝黄酒 对 很多人有喝不了 黄酒不是做饭用的吗 但是料不 但是差不多 最低的黄酒 就是黄酒 它其实风味也是非常复杂 因为白酒确实 对于很多人来说 确实过烈了 它的那个酒精含量太高了 黄酒的话 一般十几二十度 跟红酒差不多 它呢不太容易 一下就喝多 然后呢 慢慢进入状态 它的风味也足够的丰富 然后你就会觉得 嗯 感觉不错 但是黄酒的后劲会比较 提到酒 我的关注点 永远是在配的东西上 看吃什么 主要是为了这口吃的 喝这口酒 对 对 这完全不一样 我是为了喝酒而喝酒 所以这期咱聊不到一块去 这个关于下酒菜 这个事 所以说你们是真的是想喝酒 他是想吃饭 我觉得 我是为了想喝饮料 或者想录音 所以说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 我们这 我们几个人是强行凑到一块的 对吗 这一期 不同 不就代表了不同的人 对 代表了不同的人 就是强行凑到一块 还没提前看提纲的 这一帮人 对 然后说到下酒菜 其实我有几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或者是说经常会 比如说在外面大家吃饭 会吃到下酒菜 比如说花生毛豆 花毛一体 花毛一体 拼一个 这个吃的特别多 对 烤串 烤串它算下酒菜吗 算吧 酒是下串的 我也觉得 这不就是利益的风格吗 我是觉得下酒菜 它一定是菜比较轻 酒比较重 不然的话你是相当于你在吃饭 在喝酒吗 我觉得串 而不是在下酒 我觉得串是可以的 但是像什么鸡翅之类的 可能就费点劲了 那个黏不积积的 因为这个可以不占手 我同意你们的说法 怎么又突然就同意了 对 我突然觉得串不是用来 下酒 对 酒是用来下串的 对 我同意了 是吧 你看 像明白了 所谓的下酒 就是说我想喝这个酒 但是我嘴又干不得红 然后我弄一个东西放旁边 比如说花毛 这个就特别适合 还有刚才你说的花生 对 什么非空 尤其是油炸花生米 对 要是如果能是现做的就更好 对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下酒菜 它就都有一个特点 它就比较轻口 就是你喝下去这口酒 你再吃这个菜 让它把那个酒味去消解一些 然后你可以再可以喝下一口 就不会把你的嘴里弄的都是酒味 或者是弄的都是菜味 对 那种粘固拽拽的东西 比如说你吃个肘子 你说你是下 那是下酒还是下饭 对 对吧 那叫配酒 那叫配酒 对吧 这个所以我觉得不一样 对 是吧 什么花毛啊 花生啊 突然被我导出理论一句来了 吃肘子喝酒是为了解腻 对 那是 对 是为了拿酒解腻 为了吃这菜 对 所以好多东西我觉得像那个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花毛 还有一些两菜 比如说什么 拍黄瓜 拍黄瓜 拌西红柿 我刚才说呢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能 有人能配着拍黄瓜喝酒 拍黄瓜是太清爽了 对 它就清爽 爽口 就跟那个就是嚼口香糖的感觉一样 对 我觉得拍黄瓜和拌腐竹 在我这儿是同一个意义的菜 拌腐竹还是有点没味儿的 我觉得 拌腐竹是调料味儿啊 对 对 那叫做醋味和酱油味儿 但是拍黄瓜是黄瓜的清爽的 清新的味道 可能还会放点蒜 蒜 对 麻酱味那种 对 你吃拍黄瓜放麻酱是吗 哎呀 这又出来问题了 在我这儿最顶级的下酒菜 应该就是报夺 哦 报夺里的毒磷 哎呦 简直 这味那么冲的玩意儿 对 我觉得那个是不是还是下饭的 我毒磷其实是 就是一个小头 掉的脚头 对 掉的就是那脚头 而且它其实如果你不蘸麻酱 我觉得它有点味儿 是没什么味儿的 我觉得它有点那个骚 那个 没有 还好 我觉得毒磷是没什么 是我吃的没洗干净吗 嗯 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毒磷其实本身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味道的 嗯 但是这个太贵了 这绝对是 毒磷太贵了 对 这绝对是 这个比酒贵 好像它一不留神就比酒贵了 那颗明珠 比爆肚大概贵一倍吧 对 嗯 对 哎 说说这个下饭菜吧 说的那么多下酒菜 怎么这就切回去了 下饭菜 下饭菜那必须第一 西红柿炒鱼蛋呀 对 我是为什么你觉得我 为什么快速切回去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已经找到理论依据了 行行行 对吧 我觉得这事先得提第一个 这个老话讲的 饺子有酒 越吃越有 是不是 那这饺子有酒里边 酒是下饺子的饮料 饺子是下酒的菜 对 谁是主才 谁是辅才 哎 这时候就难 很难分清了 我们家就是聚会的时候 吃饺子一定会喝酒 哦 我觉得看人 家里聚会 不是就说 我就说在这种场景下 重视酒的人觉得饺子是下酒的 重视饺子的 尤其是重视饺子馅儿的人 一定是觉得这酒是为了配饺子的 我吃饺子是为了下醋的 对 吃一盘子饺子喝半瓶醋 也算一种下酒 因为醋本来就是酒酿的 放馊了的酒 所以我觉得下饺 这个事就大了 你要说下饺 那无数的东西 对 喝酒的人毕竟还是少 对 但是没人不能不吃饭 对 所以酒我回头 我找嘉宾 咱单独来几期 什么京阳 威士忌 都能找着 白酒 对吧 都能找着 然后下饭 我现在其实有一个习惯 就是如果我一个人自己在家吃饭的话 我可能就找一点成品的下饭菜 我经常吃下饭菜 你知道是什么 是橄榄菜 你喜欢吃的 你说的是那种罐装的 对 一撕开 然后加起来就吃的酱菜 对 酱菜 那个真的是为了下饭 你就吃咸菜不就完了吗 咸菜也可以 咸菜也可以 有一个咸菜专门就叫下饭菜 对 对 配米饭就能直接吃了 不利于减肥 不要吃 对 就为了多吃两口饭 橄榄菜我是觉得它里面 就是油大点 橄榄菜最适合的是下粥 下粥 难道不是摸馒头吗 粥粥 我饭头 这个咱可以先说 这个饮食习惯 就是我很少吃馒头 我吃米饭多 对 我们家没有馒头 我们家几乎就不会做馒头 一年吃一次馒头 我小的时候对那个橄榄菜 第一次吃惊为天人 就是抹在馒头上 他们是面食 面食中 哪人 山西的 我们是 我们家是可以 一年365天不吃米饭的 我们可以不吃馒头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跟饮食机关系 但是不重要 就是重要的 我想说的就是 橄榄菜 哎 橄榄菜 我觉得是我发现的第一道这个 可以当下饭菜吃的东西 就是以前市场上没有这么多 现在就是你市场上看 一排就是各种下饭菜 有什么香菇牛肉 有什么 干瘪肉丝 对 还有什么虾仁虾皮 就是类似 它能放一排 都叫下饭菜 对 以前呢 其实很简单 要不就是榨菜咸菜 要不就是橄榄菜 橄榄菜还是相对来讲 所谓的比较高端的 对 然后你买一桶回家 确实比较好吃 还是比较好吃 旧饭也好 旧粥也好 它也没有特别咸 它风味非常 它不咸 层次非常丰富 层次丰富 你吃一口 而且它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还蛮好 就是油大点 对吧 还挺好的 这个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下饭菜 后来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了 你说的下饭菜不包括炒菜是吗 我就是说我第一个接触到的 我能够把它定义为浪费米饭的菜 但是你平时在家做饭 就是你单独做一个饭 那它目的肯定也是为了下饭 你说你做菜的目的是什么 它不就为了下饭吗 你做任何菜都是为了下饭 不是 是这样 对我来说日常吃饭和吃菜是两件事 对 就如果我今天穷尽我的能力去做了一桌的菜 那这个饭其实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轻轻烤 可以吃 可吃可不吃 我主要是吃个菜 但是如果这个菜对我被我定义成下饭菜的话 它一定要是能跟菜能跟饭和到一起的 然后为了它 我必须得吃米饭 对 就为了它专门焖一锅米饭 对 新鲜的大米 没错 我举个例子吧 这个现在例子不好举 上学的学生的时候最典型的例子是豆腐乳辣椒酱 对 榨菜 对 这是最必须每个人都有的东西 离不开 那不是因为穷啊 为了省钱干别的嘛 我老干妈就是那时候吃你的 我现在不吃老干妈 可能也是因为食堂的饭太难吃了 只是原因之一 很多时候是我们为了换个口味 或者为了多吃一口饭 多吃一口饭 吃完这个菜我再来点这个东西 对吧 把那口米饭打扫了 对啊 然后浪费 对啊 然后呸一口 然后就胖了 是吗 碳水就超标了 对 对 那时候要吃饱 在发育期 而且学习的其实销量很大的 对 好糖 对 我是 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是觉得我从小到大吃饭 可能也就是 主食吃的本来就少 那你的习惯比较好 也不叫习惯 我觉得就是我们家做菜比较好吃 就不能浪费肚子去吃饭 不能浪费肚子去吃饭 对 这个很重要 占地 占地 对 什么时候会吃这种 找这种所谓的下饭菜吃呢 就是那个没做菜 又想吃饱 偷懒了 你搞一点吃的 就是偷个懒就好了 那等于说我们说的是两个维度 你的定义是 省事的 对 省事的 方便食品 对 我说的是为吃饭而吃饭的 或者说为了把这锅米饭更好的吃下去 然后我去准备的这个菜 对 我比较喜欢这一种 我现在的头牌 头牌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和湖南的那个辣椒炒肉 辣椒小炒肉 是 放一堆辣椒 辣椒小炒肉我能理解 它口味比较重 能多吃饭 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我理解不了 有真啊 它西红柿炒鸡蛋一定要和在米饭盖上面盖一种 而且那是我从小到大 从小吃到大的 而且西红柿炒鸡蛋它有很多讲究 非常每个人的门盘都不一样 每一家的西红柿炒鸡蛋 这都能炒起来 而且你为了它能够下饭 你需要花很多心思 怎么把那个汁炸的更 而且有很多人会用别人不用的调料 对 而且你怎么把一个 而且我必须得扒皮 西红柿 就是因为它有汁才能出得来 然后那个西红柿炒鸡蛋软 你再泡饭会有手感 对 我是上了大学才知道 西红柿炒鸡蛋里头是要割糖的 然后我自己试了一次之后 发现我之前可能吃了18年 假的西红柿炒鸡蛋 你们吃西红柿炒鸡蛋放酱油吗 不放 我们家是只放盐 如果你放两滴 一两滴生抽 会有放番茄酱的效果 对 他们就 对我能想象那个感觉 对为了能够好吃 先放鸡蛋还是先放西红柿 对 都有不同的 先炒鸡蛋的 有先炒西红柿 然后再往里面撒鸡蛋的 对对对 然后放一家炒的是一样 对 放沙子的 放番茄酱的 放酱油的 放白糖 放盐的 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做法 对 怎么把一个鸡蛋炒的 又成个 又嫩 然后西红柿还能出汤 所以我一定要说一句 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绝对不离于减肥 对 他想过 一半的西红柿切成块 一半的西红柿切成泥 炸成汤 对对对 又得要味道 又得要口感 然后就为了下这口饭 理解不了你们这些吃西红柿的人 我那会做的就是先炒 炒完之后 最后投出锅再下一个西红柿 听你们对这个菜的热情 就知道你们都是胖子 我们现在都是瘦子 我们胖过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爱吃这套菜 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在家 我奶奶炒西红柿炒鸡蛋 把西红柿切成小碎末 有一半一定要切成碎末 切成小丁 对 然后先把它炒成汤 而且这个配的这个鸡蛋 油一定要多 热的时候 对 把鸡蛋扔进去要烹起来 这样才能吸那个西红柿的汁 没错 而且但你绝对不能就是炒成鸡蛋末 马上要演变成西红柿炒鸡蛋专辑了 对 变成一片一片的鸡蛋 那才是最有口感的 这个实在是一个话题 对 而且我在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是不吃香菜的 然后我们家炒西红柿炒鸡蛋 是要放香菜末的 他们会单独过程 是为了好看吧 功夫 口感会更功夫 香菜末 你放葱气也一样 不不不 不一样 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不能放小葱吗 小葱只是调节口感 放香菜 当我长大了 我瘦回来之后 突然有一天爱吃香菜了 然后我炒西红柿炒鸡蛋 也放了香菜 我发现真的不一样 香菜末都成末 你就为了它那个 对 它会丰富它的口感 而且你就不觉得西红柿炒鸡蛋 就是说你看那个颜色 有白的 有红的 有绿的 然后有黄的 然后那个五颜六色的话 又特别有食欲 还有人用葱炒锅 有的人用蒜炒锅 我用葱 我没有用过蒜 我用蒜 太奇怪了 我用蒜炒锅 我从来不用葱 但是你们家只有蒜吧 你们见过 根本就不用葱 你们见过炒鸡蛋 用大料炒锅的吗 用花椒炒锅的吗 那是你吗 还是你老公啊 不是我 但是我吃过 感觉如何 是修饰鸡蛋吗 对 对 就是这个感觉 我要疯了 跟幼师的记忆 完全不一样 说了半天 我完全理解不了 你们在 我愿意提西红柿 我们三个人都激动了 关键是什么 我们说下饭菜 西红柿炒鸡蛋 炒得恰到好处的时候 它和上饭之后 每一个米粒上 都裹着那个 对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 我聊不进去吗 这个话题 就是因为 第一我不吃西红柿 你不吃西红柿 是因为你小时候 吃西红柿炒锅 吃太多了 对 没错 你妈总跟你做 对 没错 第二 是我吃饭的时候 从来不汤泡饭 对 不拌饭 它少了好多乐趣 但是汤泡饭 不利于健康 对吧 你看你现在最不正好 就是你 他会把消化 最有的 他会把消化过程 全部在胃里面进行 对 这个是不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朱总家吃的这个饭 质量会比较高 因为我发现 有很多 南方的 对 我们家的米一直非常好 南方的同学会特别喜欢汤泡饭 就是因为他们的饭实在难以下 太干了 对 不要切了 我们大学时代有可能 对对对 我们家从小就吃小战刀 一直吃 我知道为什么我愿意汤泡饭 是因为我妈做那个饭 永远是一坨 黏黏糊糊 就不成个 从来没有吃过米粒 五长米之后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人可以干嚼米饭 对 它是甜的 非常香 你知道我吃过在日本吃完那个就是鸡蛋里头打一个米饭打一个生鸡蛋 就直接那么拌 直接那么吃 那个米精为天人 那个蛋黄 它们叫露魂 露魂 你就会发现原来好吃的米这么好吃 真的 对 所以你看不一样 对 这又回到酒的问题了 你到底是为了这口饭吃这个菜 还是为了菜吃这个饭 对 谁下谁 如果饭足够好吃 真的不需要那些东西 是下饭菜还是下菜饭 对 米越嚼越甜 拖叶 真的是 关键它除了甜还有其他更丰富的味道 对 层次 对 真的是有 但是如果说回来按莉莉这个标准说回来 我觉得 除了刚才说那方便食品 咱现在不说了 就是我觉得在菜里面能够下饭的 我有几个这个印象深刻的菜 第一个是麻婆豆腐 跟我一样 对吧 就赞动 麻婆豆腐这个东西 如果做的好的话 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 我赞成你的观点 但我不吃这东西 这个东西我也不吃 为什么不吃 你不吃的原因是啥 采访一下 我不喜欢吃那个放某某末的东西 对 它有肉末里面 我是不喜欢吃植物 植物蛋白 植物蛋白 它不是肉 豆腐会有一股特别 豆腥味 就是豆腥味 对 对 我不吃豆制品 就是大豆黄豆什么的 我一概都不吃 这豆腐我 毛豆吃吗 毛豆就能够 这还能够 这豆浆豆汁我一口不喝 我超爱豆浆 但唯独麻婆豆腐 麻辣豆腐 红烧豆腐 家常豆腐 我都不爱吃 我觉得麻婆豆腐 是符合了下饭菜 几乎所有的标准 对 又够咸 又够辣 又没形 又容易拌 你们喜欢没形的 是吗 我觉得没形的容易拌饭 它的那个标准是容易拌饭 你拌饭的时候 你需要把那个豆腐 不用 倒成末吗 不用故意倒成末 但是它会被倒成末 但我要吃豆腐 我必须吃整个的 对 就有这样的人 一勺反过来 它已经碎了 对 所以你的下饭菜 一口气把豆腐吃光 我不会说拌着饭一会儿 你的下饭菜是用筷子吃 对 你们都用刷子吃 对吧 对 但是我不吃辣 可能也是因为 我不吃麻婆豆腐的原因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豆腐吧 因为我不 没有倒成末的习惯 所以说它那个 豆腐是豆腐 肉是末是末 你那么爱吃脑子 你吃过脑花豆腐吗 吃过 好吃 你看还是吃豆腐 只是配豆腐的东西不对 我可能是觉得 它是下豆腐的菜 下饭的豆腐 对 不是主食豆腐就行 对 那麻婆豆腐 对于它来讲是一锅豆腐 对 对 所以它不吃 豆腐的味道跟脑花 怎么能一样呢 没错 完全入味的感觉也不一样 然后又因为这个麻婆豆腐的 它的那个调料非常的丰富 所以它就油脂也很很多 所以它就让这个风味特别的复杂 我是在陈麻婆总店吃的 我当时就觉得 不是我的菜 我又想吃一回正宗的来决定 我到底爱不爱吃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爱吃一样东西 是因为你没吃过好的 对 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我吃完之后 我发现我不喜欢 所以我从来没做过豆腐 除了皮蛋豆腐 对不对 可说对 对 我在想 还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牛的下饭菜 烧茄子 别提了 是吧 真不用来下饭 下饭 绝对用来下饭 绝对下饭 从小下到大 对呀 从小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这菜 我现在不吃 是因为它费油 我是吃茄子 一定不会就饭的那种人 茄子不下饭 这是我一定不下饭 那你吃茄子干嘛 对呀 单吃茄子 我觉得茄子那个口感 就是用来配饭的 尤其烧茄子那口感 要放点糖 要油多 要放蒜末 要炸 要放五花肉 要先炸 对 一定要有昏油 对 要有五花肉 你放香菜吗 放 我们家也放 还放点蒜末 对 而且蒜末要在出锅的时候 放上 然后盖盖焖一会儿 对 哎哟 别提了 当年上学的时候 去食堂 晚了 那就没了 对 烧茄子都是卖最快的 一个卖完的 一定是烧茄子 我觉得烧茄子 它是不是一个食堂容易做的很好吃的菜 对 对 而且最重要的不是食堂做的好吃 是便宜 茄子 茄子便宜 而且呢 做大份的 它不容易出问题 这个话题 它就属于那种 怎么放大 它不太容易 这个话题 书记 我看看你们 又看看你们 为什么你们茄子还那么激动 那种一口不吃茄子 完全理解不了 对 我这不吃西红柿的 也理解不了 这俩周围跟我结了 婚了以后 我们家就没有茄子这个东西了 好几年没吃 就是我去买两 我是对茄子本身呀 很正常 就是也没有特别喜欢 也没有特别不喜欢 但是我怀孕的时候 感觉就是那种需要顿顿吃茄子的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口味都变得特别奇怪 然后 怀孕的时候是另一回事 对 然后我就发现我真的 所以我刚刚说 我是一个吃茄子不就饭的人 你发现没有 第三鲜不适合下饭 虽然都是茄子 对 也不下酒 对 但是 因为他本身就是主食配菜 蒸茄妮适合下饭 蒸茄妮我下饭 蒸茄妮可以 蒸茄妮可以下白酒 他们家炒茄子是放西红柿 我同学 我大学同学是形台的 他们家炒茄子也放西红柿 后来我自己试了一下 我觉得我有点不得要领 我觉得接受不了 有西红柿 你是因为有西红柿 但我能接受放西红柿 刚刚在我们家试一下 茄子家伙 西红柿 他吃西红柿 我吃茄子 西红柿比较多 然后这个菜 这一盘菜都是你的了 这个菜就成我们菜了 我们两个都不吃 这一盘菜如果有茄子 我这一盘菜就完全会放 你是不吃茄子的固体形态 还是只要有茄子就不吃 有茄子就不吃 鲜牛也不吃吗 雷辣椒茄子吃吗 哎呦雷辣椒茄子可好吃呢 那我也不吃 你是不是没吃过好吃的 不是我吃完会吐 那可能过敏 不是过敏 他不是过敏 他就是小时候可能受了什么刺激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心理因素 就是不告诉你这个菜里有茄子 他吃得出来茄子是一个有味的 茄子的味道非常独特 口感也非常独特 像肥肉 对我也不吃肥肉 我吃肥肉也会吐 我会特别恶心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我自己一吃到那个味道 可是茄子烧五花肉可真好吃 对呀 估计你小时候吃烧茄子吃多了 因为很多时候 不吃一口不吃 我像幼儿园的时候 我们幼儿园老师就跟我妈高中 这孩子不吃茄子 就硬给我吃 然后我吐了 你下就想到下一个话题了 什么 挑食 我 那个茄子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 他曾经骗过我 让我吃这个东西 然后我一口下去 发现这个东西不对 然后对 然后我这一整 整个晚上这顿饭 我都不想吃了 不是我是想说 你是会把嘴里的吐出来 还是会把胃里的 胃里的 整个咽下去 我会吐出来 那这个反应是很大了 对 不勉强了 不勉强了 虽然我不想 这茄子我就不明白 这个东西黑乎乎的 油乎乎的 就你 你们怎么能下得了饭 我觉得还有一个 我最近刚吃的 因为我刚出产回来 吃的那个 在贵州吃的 三椒肉末 这个好吃 超好吃 我最近是在剪纸 所以基本不吃饭 我为了他吃了一碗米饭 剪纸还是要吃饭 对 说起这个来讲 咱可以讲一讲 这个下饭菜的地狱 对吧 我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云贵菜特别下饭 对 脱离地狱 说下饭菜 绝对是耍料吗 对 云贵菜特别下饭 就是你到云南 什么黑三舵 红三舵 那东西拿过来 它就是扔到饭里 拌了拌了拌了吃的 我在想这个是不是因为当时当地这个在以前物质比较匮乏 有可能 我觉得 刚看那本书讲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吃辣椒的 对 中国食辣 中国这个饮入辣椒大概是四百多年 大概是三百多年前开始 明代的时候 是清开始吃辣椒 明代进来的吧 贵州当时是没有盐 当地人用辣椒代替盐来下饭 那这个就说得通了 也是物质匮乏的一个结果 对 内陆地区那这盐不好晕 对 唯一有一点井盐什么的 就很少 不差盐 对 所以我觉得确实是云贵 比如说我去云南 你吃那个所有的东西 它都是大油大盐 然后重油重盐 那蘸水也是那样的 然后就都是那种 可是他们认为下饭的 你不一定认为 有的人吃折耳根就能下 下一碗饭 是不是 有 但是这肯定不是普遍现象 我觉得吃折耳根 可能都不是普遍现象 对啊 折耳根的味儿好冲 就是鱼腥味 就是鱼腥草嘛 对 活鱼皮的味道 我还问了好几个贵州人 他们都吃 但是我可以 对 有人 我看这种 有比较特殊风味的 就是 爱是特别爱 对 不能吃就是一口都 可能不是一口都 就想一下都觉得 No 我现在有个新进的下饭菜 叫苍蝇头 特别爱 自己做的 苍蝇头是什么 你哪逮的苍蝇 就是蒜苔 切末 炒牛肉末 放大量蒜和辣椒 还是 那就是 加不起鸽来 对 加不起鸽来 鸽子只能拌着吃 又能拌饭 又能拌面 这个听起来应该挺好吃 可以拌面 最好吃 对 可以拌面 拌面好吃 一定要放什么生抽 超级好吃 然后炒那个酱 有一点点黏糊糊的 对 我发现这个牛 就是肉粒这个东西 就拌饭 对 有点酱油 碎的 特别 它跟那个米饭的形态 是类似的 接近的 就特别容易混到一起吃 最关键是 这种做法省肉 肉末就可以 对 为什么是下饭呢 因为还是物资匮乏 对 你看云南 那个黑三舵红菜 都是肉末 对 没有肉块 你到云南 云南吃肉 基本上 就是传统菜里 就没有肉块 块 块还是下酒 对 所以我自己在家做的时候 我就会不惜肉的代价 然后放好多肉 而且你看云南 它那火锅都是下饭用的 你记得 辣肉排骨火锅 它那个排骨是咸的 对 腌制过的 好吃好吃 然后拿出来之后 不像咱 比如说你吃火锅 很难说 我才要碗米饭 对 但是它那个 你就得配碗米饭 吃那个火锅 这个我第一次训练 是我觉得特别 特别为何 就是火锅上来了 来碗米饭 就跟人去日本一样 拉面上来了 拉面来碗米饭 对 拉面配饭和饺子配饭 这个事 是因为他们咸吗 是因为咸 对 或者是因为隐士气 还是抛开地狱谈这些事 就是耍流氓 对 感谢听有头位 感谢听有头位 我这光收这个外卖了 所以我觉得 我到日本 我特别不适应 就是 那个什么 拉面旧饭 饺子旧饭 你知道饺子旧饭 奇怪不奇怪 煎饺子旧饭 日本不是还有 拿一颗梅子下饭的吗 梅子下饭 那个它是为了卖米饭 那米饭觉得贵一点 然后在里头放一颗梅子 那个特别扯淡 对 但是虽然那梅子很好吃 我们去这边买了一罐 那个咱可以单聊 就是抑郁食品 那个东西挺好玩的 但是它这个下饭这个行为 我实在解释 直到我去了云南 他们也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历史上物资匮乏的 就是可能都会这么 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的菜 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碳水和蛋白质 比例都高 没有什么蔬菜 它就是不产这些东西 你看日本也吃不着蔬菜 原来也吃不着蔬菜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 还是不一样的 拉面就米饭 是主食配主食 这个腊肉火锅吧 它至少还是个菜 我觉得 可以当 虽然就说咱们北方正常吃火锅 你是不会点米饭的 但是就说你拿它当成一个菜 因为在山西是这样的 山西的火锅是也是铜锅 但是它是里边煮好东西的 所以我 那个像马锅 对 就是那种 就是它已经煮好了的 所以这种 在我们看来 其实把火锅当一个菜 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它本来菜 也都是调好味道 我看青红岛 当地的火锅也是这样的 就是食材全都买在锅 对 买在里面 然后直接煮好了 对对对 接起干来就可以吃了 就是这种 因为它本身材料 还基本都是菜 不是像那个日本那种 就主食 就主食这种 我觉得这还是跟历史上 这个物质匮乏和丰富的程度有关系 你看你山西也好 这个沿海也好 其实物资都是比较丰富的 山西的物资丰富吗 丰富相对云贵肯定要丰富得多 山西陕西 这个很富裕的地方 在农耕时代就是很富裕的地方 所以你们那大量的吃面 你到了人家那吃得起 运到那就多少钱 在古代京西的面食其实是好东西 对 京西的 京西碳水绝对是好东西 而且你看到了山西 我觉得特别有下饭的东西就变了 就没有饭 就都是面 对我们不吃饭 饭都是五天不吃饭 就都是面 然后就是各种 各种焦头 对吧 比如说 丰富面其实是陕西的 但是山西其实也差不多 我们不叫这个 对但是也有 对也有 我有个会员他说他回婆家 一桌子煮食 就连那个焦头都是藕丁 胡萝卜丁和土豆丁 他觉得那是菜 他问那个是 就是我们 我当时从就是考完大学出来以后 我就会发现好多人 他吃面 就是我们家说吃面是有菜的 然后煮食是面 但是好多人家说吃面 就只吃面是吗 就是煮个白面条 搁点酱油 搁点盐 最多最多加个鸡蛋 马上拌面 就完了 就完了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说 今天吃什么 我说我想 就是有的时候 我婆会问我 你今天想吃什么 我说想吃面条 他说家里有菜 咱们吃饭吧 我说这个不矛盾 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们家就是 哪怕吃西红柿鸡蛋面 也会另外再炒几个菜 就是不影响的 咱们家菜其实也都是 配饭配面都可以的 就是一个原则 下粮食 就是不能缺碳水 但是我们做的不咸 但是样式要多 就是你有足够的菜 对 要多吃 如果只有一个菜的话 可能就要多放点盐 而且我觉得还有几样 咱可以罗列一下 就是刚才这个 就是在方便视频里面 老干妈 立着刚才说不吃 我不吃 但是我总买 我大学吃商 尤其是那个干鞭肉丝款的老干妈 我大学吃最多的是辣子鸡 我吃的最多的也是干鞭肉丝的 干鞭肉丝的 我觉得口感会比较好 有肉 我高中的时候拿他加面包吃 对 特别好吃 老干妈就是说 你实在想不出什么 或者是那个食堂东西太难吃了 我觉得把老干妈拿出来 我大学的时候 我北方人 大学是第一次离开家 我到了南方之后 我发现湖南食堂 大学食堂的配菜 就是你打 比如说这一盒菜 有一半是主菜 另一半是豆豉 辣椒 葱段和姜 其实加不出什么东西来 就刚开始没经验 我会把这些配菜全扔出去 扔出去 发现没菜了 就只能吃老干妈 就真吃伤的 就跟我第一次吃辣子鸡一样 其实乐趣是在于 在辣椒里边找到一个鸡 找到一块鸡 那种感觉 这个我告诉你 怎么去体验这个事 一会儿你去下楼 帮我铲猫屎去 一个感觉 从猫杀里把猫屎铲出来 就是一个感觉 下回这种活交给你 还有一个什么 其实我不太吃 因为我好像不爱吃 粉丝类的东西 但是好多人吃蚂蚁上树 我不吃红薯做的粉丝 我各种粉丝 我吃顶了 我也是吃顶了 我吃绿豆粉丝 尤其是蒜羊肉的时候 那个粉丝 就是我特别不爱吃那种 粘粘腻腻腻又 四不清理不乱的 那宽粉呢 宽粉我也不吃 宽粉我尤其不吃 细的我还吃 对我也是 那宽粉不知道吃啥 他们说我吃粉条 重庆 他们去重庆吃酸辣粉 我从来不吃 我是各种粉条都可以 脚不动的吧 但是爱吃粉条的人 特别爱吃蚂蚁上树 就是吃粉条 我不懂蚂蚁上树 为什么能拿下份 就是粉条炒牛肉沫 对啊 牛肉沫啊 我的点在于 我把粉条当面吃 哦 所以我就是各种 它咸呢 对啊 就是炒面呀 其实面 如果想做的好吃 也要割一点盐的 就是和面的时候 它会更筋道嘛 所以就是 他们两个是很类似的 所以就是 在我这看来 我不会拿所有的粉条下饭 因为它本身就是饭 对于我来说 所以就是不存在 这个下饭的问题 但是我不拒绝 吃各种各样的粉条 煮糟了都行 嗯 而且我觉得还一个 就是我还挺爱吃的 肉沫酸豆角 就肉沫系列 对 各种肉沫 你是爱吃肉沫 但是我拒绝菜里面有花椒 能找出来的花椒 你如果要是下饭的菜 花椒必须得挑出来 不能我上周点了 你知道你为什么讨厌花椒吗 是因为你祸着吃 对 我是加出来吃 我上回点了个素菜 里面又是花椒又是姜末 我都生气了 一边挑一边骂人 那你是怎么吃麻婆豆腐的呢 拿勺啊 但是我不会拌一大碗就这么吃 麻婆豆腐里面是花椒面 有的是割花椒 我一般吃这种 我一般吃这种菜的这个方法 是拿一个勺 然后拌勺菜 拌勺饭 就挨一勺 挖到嘴里再去 我知道了 这样拌均匀 你不把它和成一体 对 我觉得也太奇怪了 我觉得 对 少了很多 就混成一体吃 跟那样吃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而且肉末酸豆腿 为什么我说那个肉末酸豆腿 就是这个是一大类菜 发酵食品 发酵食品 对 你看西红柿我吃发酵的 不发酵都不吃 酸笋牛肉 酸笋 对 好吃 然后是 对 泡菜 泡菜其实还好 泡菜其实是不发酵的 其实差不多 是发酵的 然后腊肉 酸笋 酸菜 酸豆角 酸菜 对吧 我人家经常做酸菜 自己鸡酸菜是吗 没有 我自己鸡得太容易出危险了 太臭了 我们还腌坏过一缸 我妈连缸都扔了 就是这种东西 它就属于那种口感丰富的 对 然后炒一炒 这个味道呢 你也不需要放太多的盐 它就有非常厚重的这个味道 你就可以拿来下饭 而且为什么你不需要放盐 因为它腌的时候 它就放盐了 对 就很少就是专门再去放盐 或者稍微炒一炒 就比较好吃 这个是一大类 就是我们叫发酵食品 对 这些东西 一般都是可以拿来下饭的 包括腐乳也是 剁椒鱼头也算 当然 当然算了 剁椒也当然算 对 剁椒也是 我昨天刚刚做出来 一大桶剁椒 好吃 专门下饭用的吗 不咸 就为了炒菜用 配面包 我也是准备加面包 就为了好吃的面包 对 下饭 下面包的菜 对 这些面包得多好吃 这个饭应该是饭纸的吧 就是 配主食的 我觉得下饭菜还有个特点 就是你这顿可以拿它来下饭 就直接配饭吃 下一顿有饭剩下 你可以拿它来炒饭 对 也很适合 我为什么爱吃苍蝇头 它炒饭特别合适 对啊 都是碎的呀 哎呦 就跟拌饭 其实是一个道理 酸笋什么鸡肉牛肉也是 炒饭可好吃了 我想提一个 我在这个提纲里没有看到的 就是cheese 配饭呀 就是 不管是焗饭 你是加馒头 或者是加面包啊 或者怎么知道 它其实是很 那它需要加热 对 需要加热 它得化 如果它不是加热的状态 还是烤 还是怎么着 但是它真的很下饭 因为它咸 那本土的吃法 其实就是 北方过年 腌 不是 腌好的肉头 肥肉加有一点 这个瘦肉 热馒头蒸好了 切开 以夹片肉 我感觉 这个东西我好久没吃过 像那个梅菜扣肉的那个感觉 还不太一样 这是很传统的 这个华北地区的 华北地区的吃法 对 然后如果这肉腌的不咸的话 再撒腾盐 就是因为那只没有冰箱 就是过年弄的那个菜都非常非常咸 然后你只能切片 加点东西吃 你干嘴吃就飞了 太小了 因为是这个春节的事 整个一个月是不做 就是说不动火的嘛 对 所以是腌好的 然后需要吃的时候 现切 切完之后 咱们热馒头一加 真好吃 它那个油就化了 因为它脂肪含量很高 所以它的风味物质就非常多 但你那一碗不就饱了吗 起司加 对啊 就吃饱了 就是下饭的意味了 吃饱了 吃点米饭 吃饱了 对 所以我觉得 而且我会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下饭菜都是咸 特别咸 没法单吃有的 对 所以这个健康 大师傅是怎么评论这件事情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 拿健康沙拉下饭 我觉得健康沙拉是属于那种 吃吃肉 连饭都不想吃 对 降低食欲 所以下饭菜这个 在我这儿 下饭菜有个要义 就是当你吃这个菜的时候 不要想减肥 吃你就痛快吃 对 它跟减肥没有任何关系 或者说你在吃之前 先把量计算好 就不要在吃的时候 试图控制自己 那是没有用的 就别做这么多 别做这么多 就是我少做一点 这顿吃饱了就可以了 也不要说就是 不要说我焖了一锅饭 我要怕浪费 然后就 这反而是我每次的做法 你是要留着再炒一顿 是吗 对 你记得那天 我给你发那视频 就是旅行的270 你看他怎么下饭的 弄一个电饭锅 最大号电饭锅 在焖完米饭 往里头加菜 加肉 然后拌 拌完之后 拿那个锅去吃 说实话 我看都馋了 但是我看着 觉得味道也很好 确实好吃 但是我在看270那体型 真的 我有个问题 我觉得活该 你吃那个手抓饭吗 我不吃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半饭 对 我特别爱吃 我爱吃 我告诉你 我连饱仔饭都不吃 我也爱吃 但是我不吃南疆手抓饭 为什么 没事吧这么说 没事 因为南疆会放葡萄干 我也不吃放葡萄干吃 我也不吃放葡萄干 没吃过 我不能接受里边吃着吃着 会有甜的 对 我们家原来门口有一个 我都挑出去 先挑再吃 或者枸杞 不是 枸杞这个东西 一样 我不懂枸杞的意义 枸杞是什么意义 甜的 养生 不 养生就 我放到嘴里都会吐出来 我也是 我也是 特别奇怪的东西 它的味道很暧昧 很怪 我不懂 很多人在菜里放它 我觉得是这样 有有有 有很多人做 汤里有 菜 专门研究过这个枸杞 就是去打它的色谱 它的蜂味物质是非常丰富的 就是因为它外头的那个皮特别厚 对 以至于它散发不出来 你一定要给它就是嚼破才能出来 所以它保存的很好 它不像很多很多东西 它就会散害掉 它保存的很好 所以 所以你也炖它 那个味 那就是说我没有体会过它的风味物质 所以是很多人在泡酒是吗 就是 对 泡酒炖汤 对 能出来 对 这个味还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可能太浓了 咱们两个就 接受不了那种过于浓的 因为我在我的知识体系中 枸杞是个有营养的东西 但它和别的有营养的东西 没有什么区别 它就是一般有营养 而且你没法大量吃它 也没有特别有营养 对一盘炒枸杞 有人拿枸杞当葡萄干吃 那是可以的 枸杞当葡萄干吃 那年我们去中宁 买了好多的枸杞 就是当葡萄干吃 很好吃 你觉得它有营养在哪呢 问住了 这可能是以前的知识体系 现在就感觉枸杞 你就把它当葡萄干吃就好了 它可能是有特殊风味的葡萄干 就完了 我连葡萄干都不爱吃 我也不爱吃 四天四天 你是照着我长的吗 我觉得咱俩口味还挺 所以没有人炒饭 拌饭里头会加枸杞吧 炒饭有时有人会加枸杞的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做养生炒饭 对 很多人吃枸杞 其实不是为了风味 炒饭本来就不养生 养生 对 还有一种是那个什么泡酒 枸杞泡酒 对 所以那个枸杞到时候就成了下酒餐 这个还真可以 对啊 你们喝过养生酒吗 我喝过 泡各种乱七八糟东西 对 什么味啊 酒味 不是枸杞味 没有那个什么蛇呀 蜈蚣啊那些的味道是吗 没有 因为它都用高度酒 那个酒的味道非常浓烈 已经把那些东西盖过去了 就是白酒为什么一进嘴就特别冲 就是因为它已经足够浓烈 对 以至于不允许里头有任何其他的杂味 对对 也许我可以把那个蛇弄出来当下酒菜 可以试试 嗯 泡过的那些酒喝起来 其实就没那么冲了 因为它酒精都散发了 对 因为是酒精散发了 不是因为它泡过东西了 对 对 因为不可能有密闭的容器吗 对 你再密闭它也是 第一个是高度酒 对 第二个大量的时间放在那 嗯 它肯定就蒸发了 所以那个泡出来的酒 我喝过这个不会有任何养生效果 大家请放心 对 然后呢 可能还因为工艺的问题 有点有毒物质的 这有很可能的 比如那个蛇在里面 活着放进去 你说 对吧 没有检验 检疫任何的 对 逼活 鸡生虫 对吧 这些东西 这些倒是还好 蝎子 但是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毒素 比如说蛇毒啊 或者之类的 对啊 你就这么想吧 那个蛇 你放进去再放酒 然后那个蛇就喝多了 然后一口就吐了 你吐那个 你喝的其实它让我吐 对啊 你想是不是这道理 反正挺恶心的 想想 对 反正我觉得 这种谨慎去 谨慎去吃 这个太 太危险了 咱不是聊下份菜吗 就是下酒菜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 哎呀 怎么说呢 这个就好多人 这个吃饭 还是这个重油重盐 是习惯 就这个可能是咱 国人的传统 就是我要做一个菜 目的是为了多吃饭 我觉得还是物质匮乏的时候 留下了后遗症 后遗症 就是你会发现 家里老人做饭都咸 对 做菜都咸 不光是味觉退化的问题 对 肯定不是 对 就是习惯问题 而且好多人就觉得 我没有吃饭 或者我饭吃的少了 比如说 我本来应该吃一小碗 我必须要吃一大碗 就是因为 我没有吃饭 就觉得没有吃饱 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很多人是有这些习惯 河北还有一种 很典型的 下酒下饭 多用的菜 叫肉糕 它其实就是拿肉汤 加淀粉做的 那不就是肉皮肚吗 焖子 不是 焖子 是不是焖子 焖子不是用淀粉做的吗 肉汤加淀粉吗 肉汤加淀粉 对 就用比如说 这个吃下去不得 肉圆可见的 焖子火烧 你们吃过吗 对 吃过 那个就是加热火烧 对 就驴肉汤加淀粉 下酒下饭都会有 就是那个东西 我的天了 但是好香 好吃 特别香 对啊 那就是典型的 你们叫肉糕是吗 那也没有肉 肉不是能吃得起 对啊 吃不起啊 熬完以后 可以熬出一大锅肉汤 真的是 这就是物质 物质区乏的时候 物质区乏 菜也贵 肉也贵 富食贵 对 富食贵 就是主食还好 家里就种可能 对吧 那我就把这个肉菜 做咸一点 对 就是久而久之的 就是成了这个 盐不贵 盐不贵 穷人乐 对 外面买那个炒饭 盖饭呀什么的 专门就是下面一堆饭 下面一丢丢 那个菜 特别鲜 对 多点汤 然后一勾芡 对 饭就全都能覆盖上了 那个盖饭卖的最好了 就比那个什么炒饼炒面 卖的都好 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上面 那个汤 它还比炒饼炒面 显得健康 嗯 而且还比那些 就是显得更高度 你看上去是有肉片的 肉你也不用放特别多 那一碗饭 你都能吃得下去 嗯 嗯 卖还特别好 炒饼放多少都都不贵 也不贵 十几块钱一盒 对 嗯 我就感觉就是 那个 你要是想吃饱 你同样是吃饱的情况下 你吃肉 肯定是要比吃饭 花的钱多的 那是 对啊 所以就是在吃不起肉的时候 就只能选择吃饭 对啊 你像我们说 我们如果主食吃的少了 光吃肉加菜 那一顿午饭就得 好几十 对 他说我那么一丢丢的菜 混一堆章 然后拿米饭一盖 十块钱 所以特别适合商业化推广 对 在那个某音刚开始火的时候 有一家店经常上这个热门 就是好像在天津的开发区 一家香菜馆 他做肉汤拌饭 就一个电饭锅一打开 他那个镜头都是这样 这么推过来 电饭锅一打开 里面就是辣椒炒肉 对辣椒炒肉里面是饭 然后非常浓郁的肉汁 当着你的面给你拌 我感觉我能吃半锅 对 我是觉得做饭如果去 我如果做饭 想去满足大家的这个原始欲望 其实非常简单 种油 种盐 对 多放这个植物性的 那个动物油 动物油 对吧 弄点猪油 猪油拌饭 那我告诉你 怎么做怎么想 必须得有汤 不可能做不香 还要加糖 对 加大量加糖 你不可能不香 这个东西都很容易 这也很容易上网红热门 然后再 但是关键是你吃了之后怎么办 然后再配碳水 你会更加的换快 对 对 虽然你吃完就会困吧 我想说这个黄焖鸡 现在那么火 我觉得也跟这个有关系 黄焖鸡就是这样 套路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套路 就是满足你的最原始的欲望 非常适合大运动量之后 补充能量 但是现在的人 哪里有那么多大运动量 现在应该是 马农叫外卖标配吧 而且还有的饭店会打免费续饭 对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在南方吃饭就是 论盆 对 论盆随便续的那种 你多少钱一味 你就随便吃 但是那个米饭非常难吃 对 一年三熟的米 对 太难吃那个米 所以能理解 为什么南方会这么和饭吃 确实是口感太柴了 对 但北方我觉得 反正我家 就是刚才我说 真没这些 但我觉得湖南菜 好多都适合下饭 对 特别好吃 它味重 又湖南菜有个特点 是油 油特别大 但是它是炒菜的油 它不是川菜那种红油 对 川菜我觉得反正不行 就湖南菜那种 川菜可能是它 在给你调味的时候 加进红油去 对 但是湖南菜就是 在炒的时候 干辣椒都是 还有配菜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又说回来这个问题了 你会发现 湖南是你越往西走 越穷 越穷 因为它越穷 湘西它穷 但是靠东边和北边这边 口味相对清淡 这个确实是有关系的 对 你看到了东边和北边这一带 基本就是剁胶类的那些东西会多一些 而且好多人都说 你看南方人吃的那么 尤其是云贵 那边吃的那么咸 吃的那么多饭 他们也不胖 就是好多人就会这么说 也胖 我好烦这个说法 我是觉得一方面 之前的人穷 是因为他连这样他都吃不饱 对 然后他又吃不着蛋白质 他当然瘦 他就是又没有脂肪 又没有肌肉 所以他就很瘦 他吃那些东西是不足以让身体长壮的 对 然后现在你去看 他可能也真的不胖 不瘦了 对 不瘦 他们那边人胖着呢 现在 就是因为你还延续同样的饮食习惯 但是你的生活状态整个变了 对 摄入量变大了 摄入量也变大了 对吧 你也不干活了 以前上个学可能都要跑20里 你现在不需要了 对 生活习惯整个都发生了变化 对 所以这个又回到这个话题 社会性回方 是吧 这个跟饮食习惯啊等等 这些东西都有关系 所以就是想吃就吃吧 控制一下 一个月吃一次 也就差不多了 就别把他当习惯 我觉得 就不要老了 就是很多这个习惯是非常 这种 就是刚才我们分析历史原因 是吧 就是那点穷 我们吃不起这些东西 可问题是 你不让他们这么吃 他们不知道怎么吃了就 对 这是问题 所以要告诉他们该怎么吃 正确的下饭菜应该 正确的下饭菜是什么样子 或者是说你不应该把这个下饭菜定义成下饭 对 目的不应该是下饭 对 你现在甚至说大家做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讲健康一点的菜 然后我吃这个菜就可以 饭都可以相对来讲少吃 大家就是最经典的一个下饭菜 难道不是酸辣土豆丝吗 这个现在在营养学角度来看就是主食配主食 对啊那不就是主食配主食 对啊 所以就是比如说像这种第三天的东西 我就可以完全不用再配饭了 对 所以现在有一点确实是有一点不一样 大家这个习惯应该改一改 这个我是觉得啊 这个菜如果太下饭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就从我的职业角度来讲 因为我在我这块我在这个角度见过的胖子 基本上都是太下饭的菜 踹的 就是看你想要什么吧 如果你就是你在你的这个生活中下饭菜 就是非常下饭的菜对你的生活来说不是一个高品的行为 对 那其实没有必要注意太多 开心就好 对 但如果这个东西是你的高品行为 就是你把它当成日常饮食 对如果它是你的日常 你得稍微注意 对还是需要注意一些 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 这都是道理都懂系列 不 我觉得不需要我们 对确实有人 有有人大量的人不懂 对 所以就是我们希望的就是让不懂的人能了解一点 可能你的胖就是因为你吃的不对 对 基本上是 就是让他们知道是因为这个 我们总结的时候下饭这块对吗 对 好 下酒这一块 下酒 我喝一口 下酒我觉得就是得分是什么酒 我喝红酒不多 我喝红酒一般是配西式的那些点心 快餐 炸鸡块 好奇怪 有什么奇怪 炸鸡不都配啤酒吗 对呀 红酒也还好 不因为我觉得红 就是你是炸鸡可以配啤酒 可以配可乐 可以配红酒 但对我来说 配红酒的就是炸鸡这一类东西 就是A可以配 充分不必 对对对 是这样的 炸鸡不应该配这个白肉配白酒 红肉配红酒吗 我以前也这么想 搞个牛排啥的是吧 但是我后来觉得这样太累了 我是觉得很多所谓的规则都是拿出来限定某些人的行为的 并不是限制你在家自己生活的时候的行为的 他们就是为了一个遗失感 所以才要有一些所谓的规则 我真的喝红酒配过花生米 怎么样 也没有问题 对呀 还挺香的 而且就是好多人都说 什么82年的拉肺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东西 到底是 我见过 我见过 就是 好喝吗 啥味啊 就是红酒味 什么红醋味 没有没有 因为红酒它那个工艺 你也知道 它跟那个白酒还不太一样 红酒是 酵藏的这个 主要是得好好存放 得好好存 它得有酵藏条件 它所谓的82年 不是82年装的瓶 是吗 82年酿出来 对对 然后它在地窖里放着 人家储存条件不一样 它要有一个很严格的储存条件 38岁的葡萄 对不对 38岁的葡萄酒 对 它是那年下的葡萄酿出来的 在那一年就已经变成圆酒 秘书保存了 至少39岁的葡萄 你就想 就想那个 什么女儿红装红 酿好之后 就递起来埋着呢 拿着它之前 它没啥变化 死了34年的葡萄 红酒是我不懂的东西 我必须承认 我有几样东西是不懂的 一个是咖啡 一个是红酒 一个是茶 但是不影响你喝 不影响你喝 是不影响我喝 但是我 但是你喝得出来 哪个好哪个不好 看到别人有那么逼格的 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会觉得自己很卑微 为什么他们懂我不懂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 就是我们学校是有葡萄 与葡萄酒专业的 我也听过他们的课 我也去上过各种品酒的课 因为便利了 然后就去上了这些课 我敢这么直接下一个 很武断的结论 是所有跟你讨论的人里头 绝大部分人 是道听途说的 他根本喝不出来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相信 他根本喝不出来 然后呢 有极少一部分 味觉很灵敏的人 他是能喝出来的 但是这一些人并不存在于 品酒的这些人里面 我之前买了很多精酿啤酒的书 我看不懂 你看完之后觉得特别自卑 就是 就是他很多东西是玄学 尤其红酒很多 这为什么是我不懂的东西 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这个东西 你把它当一个饮料 当一个佐餐 都没有问题 就是很简单 你去想 它是酵母 发酵的葡萄 对吧 那么这个葡萄的品种不一样 它的含糖量会不一样 它的风味会不一样 你吃葡萄也是有的吧 有玫瑰香 有各种不一样的东西 对吧 就是一样的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 酿出来的酒 肯定味道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说这个味道 就比这个味道好 那我是接受不了的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它的这个桂 桂在酵藏时间长 所产生的成本 而不应该是说 这个酒它就好 就是存货费 对 就是保存费 但是呢 又话又说回来 它沉酿过的这个酒呢 相对来说 更容易接受 是因为它有一些东西 被中和掉了 或者就被反映掉了 它没有那么 那么强烈 而且最重要的 像葡萄酒 更重要是一个桶 就是那个橡木桶 它本身是和那个酒 发生反应的 对 其实是那个木头味 对 我对那个桶 反而更有兴趣 因为它非常适合装修 那个桶贵极了 做家里的装饰 对 那个桶不仅贵 而且其实正常来说 一个桶只能用三次 对 它是要扔掉的 它要倒的 所以说用于家庭装修的 都是用废桶 用废的桶 很好看 你可以买新的 没问题 就是你可能买不起 对很贵 还买废的 所以就说 其实这个酒贵 并不是贵在这个酒本身 也不是说 它就比那个便宜的酒 要好多少 只是它存放的时间长 它产生的成本变高了 然后还有再加上炒作的因素 这就是我的理解 所以我觉得是 红酒也好 咖啡也好 茶也好 就大家不要把它玄学化 对 就是很多人把这个东西搞玄学了 我觉得就是你去多尝 尝到你喜欢的那一个就OK了 不要管它是多少 对 没有关系 我现在是这个原则 但是我经常会看到 有些人跟我说 这个咖啡经过什么样的烘焙 它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香气 这就是卖咖啡的人说的吗 不是啊 这就是商业化需要的东西 你以为它要多卖钱 对 它要告诉你这个东西 这个非常好 它很适合用来装逼 对啊 太适合了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你没法标准和量化 这个是类似于皇帝的新衣 就是我说这个东西 风味怎么样 口感怎么样 你只能在旁边点头 对对对 对吧 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只能点头 这就是皇帝性 我觉得咖啡是在中国人眼里 它还是一个就是说小资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一定要给它贯穿 就是贯输这个 就跟那个伊云矿泉水 对对 农夫山泉 为什么就不一样 但我们来讲的话 可能天天大量喝咖啡的人 他对我们来说 他就是一杯水 对 不过喝酒的人 我觉得可能有的也是这个样子 我比较能适应 就是稍微偏甜口的红酒 所以你对雪碧 半干吧 就是半干 太酸了 红酒不行 对 好多人都说 这个酒 就是有的那种酿的 不是特别彻底的那种 就是残糖比较高的 就有的人会说 这个酒好喝甜甜的 然后有的人就会说 你们懂什么呀 这都不是好酒 对 我见过这样的对话 我就说 这个是好酒的吧 如果 我喝的爽 它就是好酒 对 如果你的目标是用来社交 那么你可能要了解一些 它内部的所谓的知识 但是如果你只是用来自己喝 开心愉悦自己 那就你只要好喝就够了 对 我喝过最好喝是张玉的一款 哎呦 真的很便宜 但是喝完之后心情特别好 也不晕 但是便宜的酒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有可能 不是真的拿葡萄酿 对 没错 这是有一个问题 有点像对出来的 你不能太便宜 太便宜 这个低于一个底线 超过门口就不行 对 起泡酒一般都比较好喝 对 辣回来菜 哎呀 是哈 这个红酒在当聊 这个 我问一下酿酒师 现在就是他们喝红酒配起司 这是怎么个吃法 我一直不是很理解 国外的一个传过来的说法 就是说它这个吃 这个配就原因是 我还没见过几个中国人子 一块块吃奶酪 我是这么 你就想中国有人喜欢臭豆腐下酒 我也要说 跟我想的一样 没错 就是臭豆腐下酒 臭豆腐下白酒 我觉得奶酪或者叫奶制品 跟中国的豆制品 完全是两个平行的系列 对 无非就是发酵的东西不一样 就是它的起点是牛奶 它的起点就是豆腐 对 豆腐的买 猪的买 对吧 然后就发酵 我用红酒配过起司 但是我买的是蓝纹奶酪 然后配法棍 这样好吃 那你让我直接吃那个 对 Blue Cheese是不行的 那天那咱们在哪喝 在上海 那一大瓶 臭豆腐 就是法国臭豆腐 臭脚丫的味 对 不臭还不对呢 对 香 反正我是觉得我理解不了 还有那个 现在还有人拿那个红酒 其实也叫下酒 做热红酒 詹老师来我们家那回 我就给他煮的热红酒 对 其实就是放点花椒桂皮之类的 人家叫肉桂 桂皮吗 我们家叫红酒 真搞这种玄学 我们家的红酒都让我炖牛肉了 肉桂 柠檬片 乱七八糟香料 煮一锅 红酒会炖红肉特别好 而且人家说一定要买便宜的红酒 对 下位吧 对我让我没有给他喝 好红酒有点糟紧 糟紧对 对我来说没有区别 我喝不出好了 就是你能消费 你感觉开心就好了 不要把它赋予太多的 当然你要是拿这个去招待的话 可能您不要听我们的节目了 我其实我特别想做一个实验 就是拿一个普通红酒 贴一个八二年拉费的一个签 对我也想知道 我看谁能喝出来 现在的八二年拉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你想八二年能产出多少酒 对啊 他现在是 那年也不能葡萄泛滥对吧 对 他一定是有绝大 可能是泰坦星和阿斯加德的葡萄 不然都不够 你就想国内白酒勾兑的那种白酒吗 那不一个道理吗 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做一期酒了 因为根本停不下来 对 酒其实里面可以讲到蛮多的 下饭菜就是为了要酒喝的更爽 不是我跟你说 我觉得就这一桌子就应该放点 这都不行你知道吗 我都点不着合适的 我就想带点什么卤味 还有带骨头的 鸭脖子 鸭祸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拿那些东西当下酒菜吗 卤肥肠 站手 提前收拾好就没事了 下酒菜就要站手 就是你啃个鸭脖子 你怎么提前收拾 所以我喜欢吃猪耳朵 我也爱吃猪耳朵 猪肥肠 鸭爪子呢 可以 就是下水又聊回下水 你们喝酒下酒不就是为了要看着电视 然后听聊天 对对对 所以我跟他们的场景不太一样 你手和嘴都不能站着 对 我就不想站手 我喜欢能一直嚼的东西 就一直不停地吃没有压力的那些玩意 还有那个就是 那个滋味能力是在你嘴里面 比如说梭罗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配酒的就是一个臭豆腐 一个梭罗 梭罗是啥 就是小田螺 哦 炒的时候你要 多半天都有肉 就是滋味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因为你吃多 你吃一大盆 其实没什么压力 对 别多那个酱就行 包括今天你看刚刚阳光给咱们点的一堆马小 我觉得也还挺好 这才是真站手 压脖子跟他比起来都不算站手 压脖子只要站筷子就行了 这鸭舌 鸭舌特别适合下酒 是不是 鸭舌可以 鸭肠可以 鸭肠也可以 鸭板肠 太好吃了 爪子什么的你们都不吃吗 板筋 爪子 但是爪子 所有动物的嚼 嚼 猪蹄鸡 所有动物的嚼都适合下酒 鸡筋 对 其实到最后还是说回来了 下酒的就是什么 下吃 口感好 就是口感 其实我觉得 面刀 这些东西的话你吃不着什么肉 所以说你吃不停的吃 没什么 摄入不会太多 面兜的适合下饭 耿揪的适合下酒 喝 这种觉得好 有道理 这种觉得好 各种 结合我们上一期 那个下水一块听 所以这个鱼啊虾啊 既不下酒又不下饭 但是很健康 虾 单吃就好了吗 单吃吗 你知道那个 小龙虾 江浙地区的那个虾干 温州的虾干就很适合 它咸 你吃一个你就得慢慢的嚼 把里面那个滋味嚼出来 本来C哥好不容易拉回健康的东西 我想起来了 我还拿一个东西下过酒 黄泥螺 我喜欢吃 好多人不爱吃 好多人觉得那个胃太重 对 有酒味 你们吃吗 他吃我们在冰箱 黄泥螺 最香螺 最旁旗 对 这些东西特别适合下酒 而且白酒黄酒 都能下 咱去南通吧 南通的这些东西最好吃了 对 就那馋的吧 我觉得今天有味的周边 第一个就应该是 那个 听有互动油之类的 咱们组团去吃吧 各种吃是吧 但你要说起来 大葱蘸将还能下酒 这还是一分地狱 对 大葱蘸将 其实我是感觉 我是感觉下酒跟下饭 是不一样的 下酒反而是你手边 最容易得到的东西 是更容易下酒的 钉子 你不容易 你不会 因为很多的时候 喝酒是一个很即兴的东西 不是说你要为了它专门怎么着 所以你就是 比如说冰箱里有什么 你就拿出来 你看四冷四热 就配酒的一定是先上凉菜 对 冷菜 然后可以长时间存放的 不需要现场特别复杂烹饪的 对 如果这个东西凉了之后变成冻了 就不适合了 对 它是筋得起 就时间长了 它不会变色 一放碗 一晚上 不会变味 几点吃还行 对 因为有的 大部分酒局都是从 比如说从下午四点开始 一直到夜里 对 喝白酒的人等不起你的菜 对 喝过去了 过去了 所以我喝酒其实还是 还是那句话 就是维水局多 就是我觉得不需要啥下酒菜 我就能干嘴喝的这种 因为家里也没有什么下酒菜了 都被清理了 对 也不是被清理了 我是觉得就是我就不想颤手 猫粮 猫粮 明白 嗯 猫粮其实可以 咯咯咯咯的 对 咯咯咯咯 不是 这符合你的条件 还有肉干 对 还跟肉 对 对 跟我们家猫成小鱼干 吃多也挺撑的 下鱼小鱼 都好 对 你看那些有刺的东西 都要扎透了才行 对 下酒这个东西 一定不能说需要精细的去吃 特别费劲了 哎呦 就你上次教我做那个 就三文鱼 鱼头 三文鱼骨 对对对 那个太好吃了 我觉得 它作一作 那个味儿 那个特别适合下酒 我觉得 对 那个下饭绝对不行 特别腻 嗯 对 它那个就得烤焦焦的 你没法吃啊 而且那个东西下酒有一个好处 它是可以拿酒解腻的 嗯 对对对 没错 对三文鱼太油了 太油了 所以一定要搞点白酒 或者红酒 对或者红酒 就是这个就啤酒就有点奇怪 就更腻了 就更腻了 啤酒唯一的好处也就是凉了 对 啤酒一定要喝凉的 所以不同的 常文啤酒就是尿啊 对啊 还苦 所以不同的酒 这个下酒菜绝对不一样 对对对 对吧 白酒可能是相对来讲 油脂高一点的 腻一点的 那黄酒 黄酒的下酒菜 就是回香豆吗 黄酒就清淡一些的 海鲜吧 螃蟹 大大蟹 对 醉蟹 醉虾 黄泥螺 这就是配黄酒的 那醉什么 醉什么 它本身就是有酒的 就是酒 而且一般都是白酒 对 那都是高度白酒 高度白酒做的 然后酒就到处去了 你再配黄酒 对 味不冲突吗 不冲突 不冲突 你可以试一下 我们当时是商务宴请 就那几天 我就疯狂地吃这些东西 吃上眼了 但是我们配的都是 对我们配的是白酒 配黄酒那些东西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 只不过现在那个醉的东西 可能你得辨别一下 因为有水质污染 对 你不加工 有一寄生虫子 对对对 会不太好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 这个洋酒 就是红酒 这些东西 你配东西可能就是 更偏这种小吃一类的 但我觉得万能的下酒菜 就是肠 什么肠 香肠 任何肠 玫瑰红肠 玫瑰肠 山林大红肠 四川辣肠 泰尔滨红肠 它是可以切成片的 就薄片的 对北京蒜肠 一口一口吃 你手掰也行 切片也行 你整个拿着都行 天哪 还包括国外的肠 配红酒 萨拉米 就这种东西 都特别特别合适 它越焦越香 我觉得德国那个肠 它是不是就是为了配啤酒吃的 我觉得是 大香肠 那一桌子 肘子 包括那个东西 各种风味的肠 就他们都不都这么吃吗 肠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奠定了我一身的肥肉 吃得有味才行 没味的肠 鱼肉肠 鸡肉肠 那不行 那也有味 那叫罐头食品 还有罐头 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 下酒 午餐肉 对 午餐肉 豆豉铃鱼 豆豉铃鱼 这种东西特别好 午餐肉一定要煎一下 豆豉鱼鱼不咸吗 下酒菜有不咸的吗 对呀 豆豉鱼鱼 你就直接拿过来 这么吃 好吃 不是豆豉扔了 要鱼 对 要鱼 吃鱼 不是吃豆豉 豆豉流出来做菜 对 我觉得豆豉鲑鱼鱼 卖菜就是专门 因为这个罐头发明了菜 对 就正好这个味道 对 能补充上 我人生第一个下厨炒菜 就是豆豉鲑鱼鱼鱼 卖菜 今天晚上就吃这个了 加油是吗 有有有 买了一大包 那个批发来的豆豉鲑鱼 还是那个肝竹牌的 都不用放盐了 对 特别好 千万别放盐 也没法吃了 不放盐的都咸 对 所以罐头是一类 就罐头其实有很多 其实我 我之前爱吃一种罐头 是那个什么 茄汁 茄汁鲑鱼 沙丁 对 都一系列 那个汁可太好吃了 对 那个汁拌饭绝了 那就比豆豉鲑鱼更好 那是发酵的 对 发酵就没事 所以那个好吃 特别棒 那个也是个下饭 特别便宜 我喜欢蓝桶的 蓝色高桶 对 棒极了 就是方便食品 直接和着米饭 一般里一倒就吃了 要无缝接入下一个 下一期节目 行 那 差不多了 差不多 行 那我们 我们得吃会儿 今天的这期节目 先聊到这儿 然后我们今天可能会录很多期的金金有味 后面一会儿 因为今天还在直播 是吧 一会儿接着给大家录 行 那我们的这期金金有味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同时您也可以收听我们制作的更多博客节目 乱顿 蓝海之下 拼娃时代 串台 品质生活 和科技先生 在您收听的平台上直接搜索 即可找到以上这些节目 我们鼓励以购买替代打赏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有帮助 欢迎以购买周边产品的形式来支持我们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金金乐道播客 天津的金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进入周边产品菜单 购买即可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的更多讨论 可以加主播的微信号 DAO160301 加入我们的听友群